上海参加时装周的活动 然后今天的底装就用这个来画 像我参加线下活动的时候呢 底装一般会保留微微的光泽 我会把它画得特别的哑光 那已经到秋冬了 这种比较滋润型的养护型分体液 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出一个合集 用之前推荐的这个遮瑕液 稍微的提炼一下泪沟 还有我觉得最近嘴角这个地方 有一点阴影 不是很好看 我要遮一下 然后呢就是杂利纹这里 也来一点点 还是用这个来定装 因为今天想要这个装持久一点 我从杭州出发到上海的话 整个妆容它还要保持完整 不脱装 到了之后还要美美的光彩照 所以今天就靠它了 冒的话我会先描眉峰 眉头先不去动它 然后把眉峰画得条一点 再这样摄着下来 就看起来很有惊奇神 很有气质 这个样子 这边的话没有什么眉尾 没有什么眉峰就比较的平 就很柔和 但是呢像我现在画这个眉形 它就是在就是气质和蜂蜜之间 又掺杂了一点点温柔 毕竟它的眉尾是向下的 我这会形容 我会在眉头这个地方 再画一点这种毛流感 看起来就更加的自然 今天用这个308来画 画一个这种贵气的小燕薰 但不会说特别的浓 先用这个灰棕色 整个铺满眼窝 因为我有点赶时间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颜色 大面积的来扫加深一下 就不用去用那种浅色的去搭底了 虽然我刚上一大头 但是这样看它还是能够约染开的 所以我觉得这盘还是很值得入的 接着我们再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 这种棕色搭深一下双眼皮的褶皱 然后这个眼睛就直接消肿了 然后到了眼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往外去拉一下 就用眼睛自带阴影的感觉 上眼睛一样给它晕染一下 过渡一下 然后沾取一点把握残勾了一下 现在这样看比较浓 没有关系 一会儿我就会把它给全部整体的提亮 我在眼皮的中间 打算叠一点点牛郎 因为我最近真的超喜欢在中间叠一点牛郎 就在灯光下很闪 然后卧蚕咱们也不能让它不够傻 我又再叠加了一点这种带有微微珠光的卧蚕笔 然后再沾点眼线膏 把我们的眼头够了一下 看起来会更有事 今天的眼状我就左右眼分开 反正大家拍个对比 把睫毛加修之后 我们就准备来贴打睫毛 贴之前先来浅浅的刷一点睫毛膏 这样一会儿静前效果会更好 现在我把上大睫毛都贴好 时间有限 之前的视频也是这么贴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用到的睫毛 我贴这个睫毛 它不光放大了我的双眼 它还缩短了我的中屏 现在我左右两边眼睛全部都换好了 然后我们就来修容 修容的话就简单一点 然后按照我之前日常的那种修法 因为修容嘛 也修不出什么花来 所以就一直都是这个修容方法 三红香袋的72号 它是种烘焙三红 所以取粉比较难 就需要有些耐心 但是它每次涂在脸上 就是那种自带光泽 皮肤里透出来那种粉嫩感 而且拿它涂多了之后 脸也不会变成那种红屁股 你看它就是这种淡淡的 微微散发是光泽的这种粉色 再找一个这种细闪的液体眼影 点在我们的眼头这个地方 它就有这种眨眼睛的时候 就有那种泪汪汪的感觉 就一定要细闪 那种大亮片的话 其实如果你用高清摄像头 给拍出来的话 显得会有些粗糙 所以要用这种小细闪 最后一步就是涂口红 今天用到的是双头的154 我发现今天的彩妆 好像都是像奶奶家的 等它干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另一头的 透明成绿给涂上了 它们家的就是双头成绿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有特别多的颜色 到时候可以挑几个 我比较喜欢的 给大家来做一个试色 现在呢准备去弄一下头发 换完衣服就出门了 我只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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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给你